第五球 辽宁的七十七是五家球的常客 有福格这样的队友也实属难得 篮下突破横臂分球 张真林不复所期 举臂轻晃直接虐筐 我的扣篮依旧是球迷最爱的画面 第四球 看过了大个子的细腻表演 再看看后卫间的底线球如何表现 罗凯文罗森一发一传 迎波内线一片平坦一接一转 空篮就在眼前 此时记着转身折返高高欲起 一记钉板化险为夷 原本精彩的底线球战术 却成了破解的反例 第三球 积极永远是年轻人最好的武器 你的被打红武有力 皮球稍稍偏出也没有关系 崔永熙横空出示终结游戏 一记补扣告诉队友 永远相信团队的力量 才是篮球的真谛 第二球 底线发球历来是布置战术的关键 今天的广煞双塔为我们带来大个子的细腻时间 虚晃转身 一个座位拉开空间 接球垫步 飞升格扣 一人补防为时已晚 肯定不够 不得不感叹 胡金秋 你真秀 第一球 江苏肯蒂亚队的阵地进攻 没守成规 太过死板 奥利福一眼看穿 侧动防守反击 抢断连线许可二打一 推进高校传球血液 再送单手扣的暴力 为道场球迷献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